比斯最高法院星期一上午10點 就孟晚舟印度案展開最後階段審訊 預計整項審訊程序至5月結束 孟晚舟一行在上午9點半左右遞達法院 在這個階段的印度聆訊中 孟晚舟的辯護律師將提出四項論點 而阻止將它引導至美國 其中包括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 美國試圖利用針對孟晚舟的印度程序 獲得政治和經濟利益 以及特朗普當局的司法部 向加拿大法庭提供的有關 孟晚舟案證據摘要中 刪除了關鍵證據 不到加拿大等